阿摩斯书第四章 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牧牛啊 要听这话 你们欺负贫穷人 压迫穷苦人 又对自己的丈夫说 拿酒来 给我们饮用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看啊 对付你们的日子快到 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走 最后一个 也必被人用鱼钩勾去 你们一个一个经过城墙的破口出去 被丢弃在哈门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去伯特利犯罪 再挤甲增加过犯吧 每早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吧 以色列人啊 把有效的饼做感谢祭献上 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吧 这原是你们喜爱行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虽然我使你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 各处都缺乏粮食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曾在收割前三个月 不降雨给你们 我降雨给一个城 在另一个城却不降雨 我在一块地降雨 另一块地没有雨水就枯干了 两三个城的居民 挤到一个城去找水喝 却没有足够的水喝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曾多次用热风和煤烂 击打你们的原子和葡萄园 叫蝗虫 吃光你们的五花果树和橄榄树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 正如临到埃及的瘟疫一样 我用刀杀掉你们的年轻人 你们被掳去的马匹也遭杀戮 我使你们盈利死尸的臭气扑鼻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倾付你们 就像倾付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 你们像一根木柴从火里抽出来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以色列啊 我必这样对付你 以色列啊 因我必这样对付你 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看哪 他造了山 创造了风 把他的心意告诉人 他造了晨光和黑暗 他的脚踏在地的高处 耶和华万军的神 就是他的名